古时候,在南北关道的旁边,坐落着一个小村庄,村头住着继老汉老夫妻俩,房子几乎就在关道旁边,于是他们开了一个小茶馆,方便南来北往的客商打监歇息。 这一开就是十多年,老两口如今都六十多岁了,之所以还开着这个茶馆,不是为了讨生活,而是方便打探消息。 他们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但是十几年前一场意外剥夺了这一切,儿子被金马践踏而死,儿媳妇改嫁了,老两口带着小孙子过活。 孙子宝珠脑子有点不好时,于八岁那一年走丢了。 于是,茶馆便诞生了,老两口逢人便打探孙子的消息。 尽管十多年过去,一直没有打探到宝珠的消息,但是老两口还在坚持着,有希望的日子,总比没有希望让人好过一点。 这一天,老北风刮得呜呜叫唤,官道上走来一名黑衣少年,衣着破烂,赤着双脚,缩着头抱着膀子。 他来到茶馆,掏出一个铜板,要买两个煎饼。 季老汉端来两个热气腾腾的煎饼,外加一碗热汤,说道,吃吧,孩子,热汤奉送的,暖和暖和身子。 少年一愣,季儿低头吃起来,他可能太饿了,两个煎饼瞬间吃完了,汤也喝了一大半。 这时,季老太点着小饺,微颤颤地又端来两个热煎饼。 少年面有难色,生硬地说,我吃饱了,不要了。 季老太笑着说,这是奉送的,小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,饭要吃饱。 少年其实是没有钱,哪里是吃饱了? 他狼吞虎咽,把两个煎饼又吃完了。 少年站起来要走,季老太忽然喊道,先别走。 少年一愣,不明所以。 季老太走上前去,拉住他的手说,这天寒地冻的,你光着脚,衣衫单薄,如何走的? 来来来,我烧了热水,先洗个澡,我拿棉衣给你穿上。 不由分说,拉着少年进了礼物。 不一会,少年焕然一新出来了,穿着新棉衣棉裤,脚灯新皮靴,神采奕奕。 原来,季老太盼着孙子回来,每一年都要做一套寒衣备用,所以家里有现成的合身棉衣送给少年穿。 少年看着老两口满是关切的笑脸,突然,哇的一声,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 原来,他从小父母都不在了,长这么大,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。 季老汉说道,你干脆留下来,给我们当孙子。 季老太笑着说,这样最好,我们可以把积攒下来的对孙子的爱,全都给你。 少年不禁动容,他想了想说,我还有师父,现在回去找师父去了。 说完,向老两口挥手告别,顶着寒风走了。 过了不久,进来一名白胡子老汉,颇有几分先锋道骨。 他坐下来,边喝茶边吃煎饼,边向老两口打听一名少年。 听白胡子老汉的描述,正是刚走不久的少年,老两口便讲了刚才的一切。 白胡子老汉惊奇地问道,他哭了。 他真的哭了。 得到老两口肯定的答复后,白胡子老汉叹口气,高兴地说,太好了,你们老两口的热心肠, 救了附近的老百姓,功德无量啊。 原来,这孩子是温神的后代。 温神和仙女私自结合,生下了一个儿子,取名天义。 过了几年,天亭发现了两人的私情,将两人处死。 天义从此流落民间,乞讨为生,受尽了白眼和冷嘲热讽,心里怀着恨意。 白胡子老汉是温神的师弟,寻找到天义,收为徒弟。 但是,他充当了一个严师的角色,对天义相当严厉,总是提出苛刻的要求,他从来没有对天义效果,天义也从来没有效果。 前不久,天义偷出幻天圈,一路散布瘟疫,来报复人间。 为了记住恨意,他特意穿着当初乞讨的衣服。 继老汉劳两口大惊,催促白胡子老头快去追赶天义。 白胡子老头乐呵呵地说,他心中的冰川,已经被你们的爱融化了,恨意会慢慢消失,他哭了,就放下了。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? 差点酿成大祸。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? 差点酿成大祸。 他边自责边走出屋外。 继老汉追出屋子喊道,仙人,帮我寻找一下孙子。 白胡子老汉头也不回,问道,你孙子叫什么名字? 继老汉大声说,叫继宝柱。 远远的,听见白胡子老汉的声音,知道了,继宝柱。 转眼冰箫雪蓉,春暖花开。 这一天,忽然进来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,端向了继老汉老两口一会,跪下喊道,爷爷奶奶,我是宝柱,我回来了。 原来,宝柱的脑子一直不好使,四处流浪,乞讨为生。 待到长大后,被一名林场主骗到深山里当苦力。 十几天前,半夜里,一名白胡子老汉突然把他拉到外面,用手按摩着他的脑袋。 他只觉得天旋地转,晕倒在地。 醒来后,躺在山中一个石室里,旁边一名少年给他喂汤,自称名叫天翼。 宝柱休养了一段时间,恢复成正常人。 儿时的记忆都恢复了,他想起了家乡,想起了爷爷奶奶,急着要回家。 白胡子老汉和天翼把他送到山下,他就急匆匆地赶回来了。 孙子失而复得,既老汉劳两口又哭又笑,屋子里充满亲情的温暖。 唐玄宗天保年间,西藩各国经常被小伯律国欺负,他们苦不堪言,却也拿小伯律国毫无办法,因为打不赢小伯律国。 当时,西藩出了一名智者,学问很高,计谋百出,国王便找到智者,询问对付小伯律国的计策。 智者微微一笑说,此事很容易,借刀杀人,让大唐对付他。 国王心领神会,回去后,便拿出五色玉,让使者进贡给大唐皇帝,叮嘱使者一路上大张旗鼓,把五色玉恭恭敬敬地顶在头顶上。 小伯律国得到消息,派人抢走了五色玉,据为己有。 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。 西藩国王见时机成熟,便派人带了一条五色玉带,悄悄地送给安斯顺。 安斯顺是朔方节度时,不敢享用这么好的东西,便进献给了唐玄宗。 唐玄宗爱不释手,尤其喜欢镶嵌在玉带上的五色玉,便询问其出处。 安斯顺回奏,五色玉产自西藩,因为产量极少,非常珍贵。 唐玄宗心中不快,既然西藩有如此好的东西,为何不进贡给他呢? 他派遣使者到西藩国问罪。 国王对使者说,我们每年都进贡了五色玉,都遭到了小伯律国的抢劫。 不是我们不给,而是运送不到啊。 使者回国,对唐玄宗讲了实情。 唐玄宗勃然大怒,想不到小伯律国区区弹丸之地, 竟敢不把大唐放在眼里,便要发兵征讨小伯律国,召集群臣相商。 群臣几乎一边倒,都说小伯律国征程太远,为了一点小事兴师动众,实属得不偿失, 还是不要出兵征讨得好,派一个使臣去问罪就行了。 李林府善于察言观色,便站出来力挺唐玄宗的想法,不但要派兵征讨小伯律国,而且要打出大唐的国威。 而且他还推荐武将王天运,认为此人有勇有谋,能够担当此等重任。 唐玄宗大喜采纳了李林府的意见。 王大运统帅了四万大军,又派人给西藩各国送信,约定他们起兵,成合围之士,一起围攻小伯律国。 大军来到城下,小伯律国的国王胆战心惊,自存不是对手,便派使者到军营里求降,不但把抢劫的五色玉全部交出来, 而且还把本国的宝玉也全部交出来,并且愿意年年向大唐进贡,永世交好。 王大运是一个蟒夫,指着使者的鼻子大骂说,早知现在何必当初,我们兴师动众来到城下,岂能就此善罢甘休呢? 不踏平城池,是不班师。 说吧,王大运就下令攻城,很快就攻破了城池,他下令屠城,军士们见人就杀,城里血流成河。 小伯律国的国王见大势已去,文景自尽。 王大运带着所有的珠宝以及两千名小伯律国的俘虏,开始班师回朝。 小伯律国有一个术士,远远地站在高丘上,看着远去的大唐军队,摇头叹息说,乱杀无辜,此乃不义之师,也,必然遭到天遣。 他望了望天空,喃喃自语说,天要刮大风了,要刮大风了。 大唐的军队走了几百里,来到了一个叫做小海的湖泊,忽然间狂风大作,天上飘起了雪花,像鸟的翅膀那么大,小海的水也被风浪卷起,扑向军队。 水花一旦到了军事的身上,瞬间结冰。 不到半天,四万人的军队全被笼罩在厚厚的冰柱里,活活地冻死了,只逃出一个唐人和一个藩人。 唐玄宗接到奏报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派出两名使者,一定要查验出此事是真是假。 两名使者带着人马,日夜赶路,终于到了小海这个地方,果然看见一座冰山,里面的士兵或坐或卧,形态各异。 王大运也被冰封在里面,面目清晰可见。 两名使者惊恶万分,突然间冰柱破碎,消融成水,而四万人的军队,瞬间不见了踪影。 他们回来奏报给了唐玄宗,唐玄宗久久不语,最终长叹一声,闷闷不乐地回内宫去了。 唐朝五周年间,在偏远的山区,有一个小村落,散住着十几户人家。 有一个姓卢的年轻后生,因为生得五大三粗,排行第五,人称卢状五。 他新取了米氏为妻,兄弟们在村头搭建了几间茅草屋,将它们安置下来。 小夫妻俩勤劳肯干,在后山开垦了几亩荒地,种植一些杂粮。 农闲时,两人结伴到高山上,男的打猎,女的采摘山货,然后把猎物和山货挑到集市上售卖,所得的收入虽然不多,倒也能维持生计。 这一天,小夫妻俩来到山上,忽然听见一声小鸟的悲鸣,寻声寻找过去,只见一处杂草丛中,一条蟒蛇正在吞噬一只小鸟。 女人大多同情弱者,米氏也不例外,急忙呼唤卢状五,让他打死蟒蛇,救出小鸟。 卢状五手持猎叉,冲上前插住蟒蛇的脖子,摁在地上。 米氏冲上前,扯住蟒蛇的尾巴,使劲地抖动。 蟒蛇很快瘫软下来,卢状五从腰间拔出利刃,杀死了蟒蛇。 米氏赶紧从蟒蛇的腹内,取出小鸟,只见小鸟的身上,都是蟒蛇的胃液,已经奄奄一息。 卢状五叹息着说,小鸟已经被蟒蛇的胃液严重灼伤,恐怕命不久矣。 米氏坚定地说,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,我也要试一试。 回到家里,米氏用清水给小鸟洗了个澡,涂上药粉,然后在屋角里垒了一个鸟窝,让它养伤。 每一天,米氏都会捉一些虫子回来喂养小鸟,早上煮饭时,会留下米汤喂养小鸟。 小鸟总是一副病奄奄的样子,无精打采的,喂养了一个多月,却依然半眯着眼,难以站立。 卢状五劝说,米氏放弃,就算将小鸟救活过来,也是一只废鸟。 米氏不听,对小鸟不抛弃不放弃。 大约半年后,小鸟终于恢复了健康,羽毛焕然一新,能够飞起来了。 夫妻俩仔细打量小鸟,却从来没有见过,根本叫不出名字。 他们把小鸟换作幸运儿,将它放生了。 一转眼,一年多过去,米氏生下一个大胖小子。 家里添了一口人,米氏不能劳作,一下子捉襟见肘起来。 因为营养不足,米氏的奶水不足,小孩子常常饿得哇哇大哭。 这一天,小鸟忽然飞了回来。 米氏抱着孩子,躺在躺椅上,笑着说道, 幸运儿,好久不见,你去了哪里? 我怪想念你的。 小鸟忽然飞进米氏的嘴边,吐出一滴水,落进米氏的咽喉。 米氏猝不及防,一下子吞进了腹中。 它感觉水滴透着一股清凉,整个人仿佛腾云驾雾一般。 过了片刻,它清醒过来,耳边忽然传来说话声,竟然是小鸟的,听得分外真切。 只听小鸟说道,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,我特地飞到遥远的智泉,含回来一滴智慧之水。 喝下这滴水后,你就能听懂天下所有的鸟语,而且也能说各种鸟语。 米氏开口问道,你为何要让我听懂鸟语? 说出来的话,竟然是一种鸟叫声。 小鸟说,因为我想让你改变贫穷的命运,却无法和你交流,因此才想出这个办法。 原来,小鸟名叫气鸟,是天下鸟类中最低级的种类,常年生活在杂草丛中,不受鸟类的待见,到处遭受白眼。 但是,米氏不但没有看不起它,还竭尽全力救助它,这让它很感动,决定好好地报答它。 气鸟说,我知道有一处宝藏,藏着许多金银财宝,够全村人吃喝几辈子,被一只黑熊怪守着。 我有办法除掉黑熊怪,我带你们去吧。 米氏文言大喜,听从气鸟的吩咐,换来全村的男女老少,收集了一罐子野蜂蜜,下了药,用布袋装好。 他们拿着棍棒刀叉,跟在气鸟的后面,向深山走去。 到了一处山谷,出现一座豪宅。 气鸟说,这就是黑熊怪的住所,住所下面,埋藏着许多金银珠宝。 我叼着野蜂蜜先进去,等到黑熊怪晕倒后,我出来呼唤你们。 说吧,叼起装着野蜂蜜的袋子,飞进了屋子。 不一会儿,气鸟飞了出来,对米氏喊道,大家伙快进来,除掉黑熊怪。 米氏一挥手,众人发出一声喊,冲进了屋里,只见地上躺着一只大黑熊。 他们棍棒刀叉其上阵,结果了黑熊怪。 米氏听从气鸟的吩咐,让村民们一把火烧了房子。 等到房子成了废墟,村民们挖开地面,发现了一个洞口,进到里面,十几间屋子大小的洞穴里,装满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。 有了这些财宝,村民们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,彻底地摆脱了贫困的帽子。 气鸟告辞而去,再也没有回来。 村民们感念气鸟的恩德,给他建造了一座生辞,立了气鸟的塑像,取名气鸟祠,四十祭祀。 一百多年后,气鸟祠毁于战火。 这正是女子心善救气鸟,带领全村发大财。 唐朝天保年间,书生强三月结婚五六年了,老婆终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 他的内心里充满狂喜,大白满月酒,开流水席,但凡路过的人,无论是谁,不管送不送贺礼,都可以来吃喜酒。 到了中午时分,门口里来了一个老乞丐,须发揭白,敲着竹筒唱着讨饭的歌。 强三月拱手说,老人家,今天是小儿的满月酒,你进来喝酒吃肉吧,酒管够,肉管饱。 老乞丐大喜,走进院子,坐在桌子上大吃大喝起来。 吃饱喝足,老乞丐抹了抹嘴,拍着肚皮,满意地站起来,对强三月拱手说,多谢款待,老朽心怀感激。 可是,我也不能白吃你的,有仪式相告。 强三月笑着说,老人家有何金玉良言,晚生洗耳恭听。 老乞丐说,你不要高兴得太早,你的儿子有可能活不过今晚。 此言一出,所有的人都惊呆了,想不到老乞丐如此不通人情世故,人家好心好意地请你喝酒吃肉,你不说好话就算了,反倒诅咒人家的孩子活不过今晚,这不是讨打吗? 果然,强三月气的面皮青子,顺手抄起墙边的扫把,劈头盖脸地追着老乞丐打。 他一个读书人,学的是恐梦之道,要不是气急了,他是不可能丢下斯文的。 老乞丐非常灵活,左躲右闪,边躲闪边说,你今晚要守着孩子,不然你就会后悔的。 说吧,如飞而去。 到了晚上,强三月不敢睡觉,坐在床边守着儿子,老乞丐的话让他的心理不踏实,他担心儿子出状况,打算通宵达旦地守着他。 半夜里,强三月困意来袭,闭上眼睛打盹,忽然听见一阵轻微的响动,心里一惊,赶紧抬头环顾,不由地大吃一惊,只见从墙上爬下一条大蛇。 他急忙唤醒老婆,拿着棍棒去打大蛇。 谁知大蛇身子一晃,猛地缠住了墙三月。 他的老婆健壮,拿着棍棒上前,也被大蛇缠住。 夫妻两人大声呼救,然而家里再也没有其他人,无人来救。 眼看夫妻二人就要窒息了,窗户忽然被撞开,跳进来一个人,正是老乞丐。 老乞丐嘴里念念有词,手里的细棍敲打着大蛇的七寸。 大蛇乖乖地松开墙三月夫妻俩,趴在老乞丐的脚下。 老乞丐拿出一条非常大的袋子,将大蛇装了进去。 老乞丐又来到强三月夫妻俩的面前,揉搓着他们的身体。 片刻后,两人缓过境来。 强三月扑通一声跪在老乞丐的面前,感谢他的搭救之恩。 老乞丐呵呵一笑,将他扶起,讲了起来。 原来,老乞丐是一个捉蛇人,从小拜师学艺,捉了几十年的蛇。 大蛇修炼千年,都会变成蛟龙,但是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蛟龙。 于是就诞生了神奇的捉蛇人,足迹踏遍千山万水,专门捕捉大蛇,用来炼制丹药。 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,只能混迹于乞丐的队伍中。 老乞丐来到此处的深山里,发现了一条活了几百年的大蛇。 然而,大蛇很狡猾,受了伤,从他的眼皮底下逃掉,再也不见踪迹,他就在这一带不断地寻找,一路跟踪到了山脚下。 强三月的家就住在山脚下,恰好这一天他家大白满月酒。 老乞丐猜测大蛇为了疗伤,有可能会来偷食婴儿,便出言提醒强三月。 果然,强三月非常担心,晚上不敢睡觉,守着婴儿。 老乞丐就坐在强三月的院门前,只等他们夫妻俩呼救,就越墙进去,破窗而入。 要不是老乞丐,强三月的儿子可能就要被大蛇吃掉了。 老乞丐在院子里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灶台,将大蛇杀死了,用他的血液和胆汁,提炼丹药。 三天后,丹药制成,他拿出一颗,化成水,喂给婴儿服下,说是能强身健体。 强三月的儿子长大后,一辈子没有生过病,这是后话。 临走时,强三月拿出一百罐钱送给老乞丐。 老乞丐笑着说,这么多钱,我带着不方便。 只拿了一罐钱,飘然而去。 大约十几年后,强三月跟着几个文友,到泰山游玩,偶遇了老乞丐,请他吃了一顿酒。 老乞丐已经快七十岁了,身体看起来和十几年前一样硬朗。 他声称在泰山附近发现了一条大蛇,正在寻觅他的踪迹,已经在此蹲守一个多月了。 一旦捉住了这一条大蛇,他就要去其他的地方了。 唐德宗年间,有一个姓芳的年轻人,爱好悬门稻树,曾经出外寻访明山求道而不得,只得回家读书。 有一天,他偶遇一个道长,学到一种穿墙术。 他每晚穿墙而过,凝视熟睡中的心爱的女子,最后却卡在墙里,成为识人,最终成为女子的殉葬品,埋在暗无天日的坟墓里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请耐心地读下去。 年轻人名叫许瑞德,求道不得回家后,听从老母亲的劝导,在家好好读书,打算走科举之路。 春暖花开的时候,他和几个文友到古寺里游玩,看见一辆马车,缓缓驶过。 车帘一掀,露出一张翘脸。 许瑞德不由地看呆了,一直到马车不见了踪影,他才回过神来。 许瑞德向人打听,得知女子是官宦之家的女儿,姓李,归名如诗。 她一见钟情,心里再也挥洒不去如诗的倩影,哪有心思读书。 她去过好几次李家,守在门口等待如诗出门。 可是,如诗是大家闺秀,平常足不出户。 她一直无缘再见。 这一天,母亲生病了,想喝鱼汤,吩咐许瑞德到集市上买鱼。 许瑞德买了几条鱼回来,走在路上百无聊赖,脑海里又浮起了如诗的身影, 喃喃自语地说,就算娶不了她为妻,哪怕能默默地看着她,也心满意足了。 这时候,只见迎面走来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,笑眯眯地看着许瑞德,问道, 年轻人,你果真只要默默地看着她就心满意足了。 许瑞德大惊,问道,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思? 老者笑着说,我是神仙,自然能读懂人的心思。 我可以教你法术,满足你的愿望,只是恐怕你做不到只默默地看着她,因为我还没有碰见过清心寡欲之人。 许瑞德口口声声地说她能做到,可以和老者打赌。 老者大笑着说,不用打赌,我传给你穿墙之术。 不过,你如果动了御心,法术就会失灵,你会变成识人,你愿意吗? 许瑞德想也没想,当即说愿意。 老者传授给许瑞德一个口诀,让她熟记于心,然后走了。 许瑞德回到家里,念着口诀试了试,果然可以随意地穿过墙壁,不由地心花怒放起来。 许瑞德迫不及待地等着天黑,好不容易到了三更,她来到李家,施展法术,穿过几道墙,来到了如师的卧室。 如师已经熟睡,她隔着蚊帐,默默地看着如师,心情澎湃,久久难以平息。 不过,她谨记诺言,不越雷池一步,就这样,默默地看着如师,她已经觉得幸福无比了。 就这样,每一天晚上,许瑞德都会来到如师的闺房,默默地看着熟睡的她。 过了一段时间,到了中秋节,许瑞德晚上喝了几杯酒,不觉有一些醉意。 夜深后,她来到如师的闺房,看着美丽的如师,实在控制不住自己,掀开蚊帐,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头发。 如师突然惊醒,大叫了一声。 许瑞德赶紧逃跑,身子刚进入墙壁,便不能动她了。 她感觉到身子在慢慢地僵硬,心里哀叹一声,她不该起贪念,违背了诺言,如今要变成识人了。 如师的喊叫声,惊动了丫鬟仆妇们,大家涌进来,询问她怎么了? 如师讲,她每一天晚上,都梦见一个男子穿墙而入,站在床边凝视着她。 今天晚上,男子竟然伸手摸她的头发,故此惊醒,并说男子钻进墙壁去了。 如师的母亲听说后,便令人砸墙,果然找到一个小石人,三尺多长,栩栩如生。 如师非常喜欢,把小石人放在梳妆台上。 许瑞德虽然成为小石人,但是她的思维还在,心也没有死。 她每天看着如师梳妆,心里欢喜无限,觉得她的愿望满足了,就算已经变成了小石人,也不足惜。 就这样,许瑞德一直看着如师结婚生子,成为人妇,然后日渐老去,满脸皱纹,牙齿掉光,最后死去。 家人依照如师的遗言,把小石人放在如师的头边,埋进了坟墓里。 后来,许瑞德见证了如师渐渐的肉体肖王,成为一具枯骨。 她在心里感叹不已,不管年轻时多么美丽,到头来,都会烟消云散。 试问世上多少美色,最后不都成为荒种枯骨吗? 可笑她,竟然如此贪恋美色,错过了其他许多美好的东西。 世上的许多事情,不都是如此吗? 虽然许瑞德已经醒悟过来,却再也没办法重新体验人生,只能在阴暗的坟墓里,守着一具美丽的枯骨,年复一年的哀叹人生的不幸。 唐朝贞观年间,书生闫梦醒去周城访友,和几个商人结伴而行,走到半路上,遇见了土匪。 那时候,天下才刚刚平定,深山里还活跃着许多土匪。 商人们丢下钱财,一混而散,闫梦醒也丢下装书的袋子,往山上跑去。 也不知道跑了多远,临近黄昏时,他已经在深山里迷了路,只好找了一处山洞住下。 他太累了,刚靠上崖壁,就沉沉地睡去。 到了半夜里,饥饿让颜梦醒醒来,他望着洞外明亮的月光,打算出去走走,看看能不能找到吃的。 刚走了几步,就听见传来隐隐约约的歌声,似乎是冻枭的声音。 他心里大喜,看来山里住着人家,于是寻着声音跑去。 不一会儿,到了一处崖壁,只见崖顶上,蹲着一只狐狸,仰望着月亮,嘴里发出悠扬的声音,原来所谓的动消声,就是这一只望月壶发出的。 严梦醒从小就听过望月壶的传说,有一种狐狸,望着月亮修炼,吸收月光的精华。 据说,望月壶修炼五百年以上后,能变成绝色美女,一旦遇上,艳浮不浅。 严梦醒心想,也不知道这一只望月壶有没有五百年以上,要是有了五百年以上,变成了绝色美女,能和美女在一起,就算上刀山下活海,也在所不惜。 这么一想,严梦醒不由的神情恍惚起来,只见望月壶扭过头来,看了她一眼,忽然变成了女子,飘然而下,站在了她的面前。 严梦醒不由的吃了,只见女子浑身闪耀着光芒,容貌盖世无双,肌肤吹弹可破,散发着幽蓝的气息。 女子笑着说,我叫望月,你我的缘分已经开始,跟我来吧。 说吧,伸手握住严梦醒的手,拉着她走。 严梦醒浑身一颤,感觉到被电流击中,一颗心似乎要冲破胸膛而出,她身不由己地跟着女子。 拐过悬崖,前面忽然出现一座精致的小院。 望月拉着严梦醒进了卧室,成就了好事。 第二天早上醒来,望月拉着严梦醒来到后院。 后院里有一座温泉,冒着热气,两人跳进温泉里洗澡。 洗完澡,望月拿来一套新衣裳,让严梦醒换上。 衣裳薄如蝉翼,轻如羽毛,仿佛没有穿一样。 望月领着严梦醒到客厅里坐下,端来山泉水和野果冲击。 山泉水透着甘甜,野果充满奶香,严梦醒从来没有见过。 这以后,严梦醒就住了下来,整天温月满怀,乐不思数。 一转眼,四五年过去,严梦醒出现了审美疲劳,早已经没有了激情,便提出回家。 无奈望月不准,哭着说,原以为你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,想不到也是一个使乱忠气之辈,你玩够了,就不想负责任了,是不是? 严梦醒一再解释,他是真心爱望月的,绝不是使乱忠气之人,愿意带着望月回家。 可是,望月不愿下山,严梦醒只好打消了回家的念头。 时间一晃,又过去了两三年,严梦醒又萌生了回家的念头,因为山中的景色虽然美不胜收,但是时间长了,已经乏味了,他感觉到百无聊赖,思念起了读书的时光。 他已经七八年没有读书了,荒废了大好时光。 严梦醒决定偷跑下山,这一天,趁着望月采摘野果,他悄悄地下山。 刚走到半山腰,他忽然觉得浑身发凉,低头一看,不由得大惊失色,衣裳不见了。 他吓得转身回去,到了门前,却发现衣裳又恢复了原样。 他这才明白,衣裳具有魔法,他是无法偷跑下山的。 正所谓光阴四剑日月如梭,十几年过去了。 这一天,忽然听见人寒马斯,伴随着狗叫声,望月大惊失色,变成狐狸飞跑而去,却被几只猎犬追上咬死。 严梦醒并惊一看,发现置身在一片乱石丛中,宅院早已不见,不远处站着一队人马,原来游击将军带着人马到深山里打猎来了。 游击将军询问起严梦醒,他讲了经历,游击将军见他没有穿衣服,让随从拿出备用的衣裳,让他穿上,并赠送了两罐钱,放他下山了。 严梦醒回到家里,父母双亲早已亡固,妻子已经改嫁他人,儿子已经成家了,把父亲迎进家里。 严梦醒想当教书先生,才发现二十多年没有读书,已经生疏了。 他想继续读书,参加科考,才发现年事已高,五十多岁了,已经力不从心了。 严梦醒恍如做了一场美梦,如今梦醒,才发现时光已经不在,而他一事无成,不觉泪洒衣襟,心里空落落的。 他真后悔遇上了望月湖,被美色悟了一声,如今已经悔之晚已。 唐朝武则天时期,半山腰上有一块几十丈建方的平地,住着一户姓童的人家,他家七口人,老两口小两口加上三个孩子,两个孙子都过了十岁,只有小孙女才刚刚满四岁,透着一股聪明劲。 这一天,奶奶正在烧火做饭,小孙女跑了进来,突然指着水缸,大喊有龙。 奶奶正忙着,没有理她,她便惊恐地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 奶奶冲正在院子里闲坐的姓童的老汉喊道,老头子,快来哄小孙女,他又在哭闹不休。 姓童的老汉走了进来,抱起小孙女要出去,小孙女指着水缸大喊,爷爷,龙,有龙,好大一条龙。 姓童的老汉笑着说,乖孙女,哪里有龙呢?水缸那么小,怎么可能装得下龙呢? 小孙女惊恐地说,在水缸下面,正昂着头望着我们,爷爷,快跑,他会吃了我们的。 姓童的老汉笑着说,好了,我们出去玩,到院子里荡鞦韆。 院子里有一个简易的鞦韆架子,姓童的老汉把小孙女抱上去坐着,挽起了荡鞦韆。 小孙女很高兴,忘记了龙的事情。 中午在厨房里吃饭的时候,小孙女不肯吃饭,又指着水缸大喊有龙,拉着妈妈的手说要走。 妈妈问去哪里? 他说要去姥姥家里。 妈妈笑着说,乖,姥姥家里太远,今天来不及了。 你听话,明天一大早就带你去姥姥家里。 小孙女焦急地说,现在就走,明天来不及了。 说吧,大哭了起来。 姓童的老汉疑惑地说,这孩子怎么了? 有点反常。 妈妈赶紧抱着他出去玩,但是他一直哭闹不休。 妈妈烦了,把他扔在院子里,任由他哭泣。 姓童的老汉赶紧抱起他去玩秋千,但是小孙女哭闹着要走,不肯玩秋千了。 就这样哭闹到了傍晚,老天下起了细雨。 小孙女忽然喊道,晚上要发大水了,妈妈,我们躲到山上去好不好。 妈妈开导说,这么一点小雨,怎么可能发大水呢? 乖女儿,你要听话,不要吵闹了。 但是,小孙女依然哭闹不休。 吃过晚饭后,雨点变大了,不一会儿,下起了瓢泼般的大雨。 看见小孙女哭喊着说要发大水,姓童的老汉心里不淡定了,吃过晚饭后,坐在屋里看着天下雨。 小孙女不肯睡,依然哭喊着要躲到山上去。 到了二更出,雨越下越大,院子里的水快要一尺深了。 姓童的老汉坐不住了,把家人都喊起来,讲了心中的担忧,要带着家人到山洞里躲避。 以防万一。 毕竟,小孙女一直哭闹,让一家人心里无法淡定,大家都同意到山上去。 小孙女听说要到山上去,竟然不哭闹了,破涕微笑起来。 一家人穿着缩衣,打着灯笼,往山上走去。 姓童的老汉把钱财装在箱子里,扛在肩上,至于猪牛鸡以及其他的东西,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 他家的大花狗,冒雨跟在后面。 离山顶不远有一处崖壁,那里有一个山洞,两间房子那么大,姓童的老汉平常放牛,都会到山洞里坐一坐。 山洞地势高,洞口的斜坡积不了水,洞里很干燥。 一家人进了洞里,望着越来越大的雨,心里充满担忧。 姓童的老汉站在洞口,从这里可以望见他家宅院。 不一会儿,山洞爆发了,漫山遍野都是奔涌而下的山洞,轰隆声就像千军万马向山下冲去。 到了半夜里,忽然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声响亮,姓童的老汉看见他家宅院,瞬间没有了踪影。 接着,看见了一条巨龙顺着山洞下山。 听见姓童的老汉惊呼,几个大人冲到洞口观看,闪电的光亮中,他们也看见了那一条巨龙,摆着龙尾下山而去。 此时,他们才相信,小孙女的话是真的。 凌晨的时候,雨过天晴。 天亮后,他们回家,发现宅院的位置,出现了一个五六丈建方的深潭。 房子早已没有了踪影。 他们不禁面面相去,要不是及时转移到山洞里,他们一家人肯定没命了。 姓童的一家人,只好在山脚下重新建造了一座宅院,手里钱不够,找亲朋好友借了不少钱,打算日后慢慢地归还。 后来,姓童的老汉遇见了一位道士,讲了此事。 道士笑着解释,这是龙要出事,故意现身让小孙女看见,借她的口,提醒让他们避难。 大约一年多后,姓童的老汉正在后山放牛,忽然看见一位面容慈祥的老汉,从山上走下来,笑眯眯地对她说,我是本地的土地爷,奉农和使君之托,特地送你一件宝珠,赔偿你家宅院的损失。 说吧,放下一颗珠子不见了。 姓童的老汉把宝珠拿到县城里售卖,掌柜说是深海的宝珠,花了三千罐钱买了下来,童家不但还清了欠账,还购买了几十亩田地,因此富裕了起来。 唐朝天宝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个接生婆,姓惠,年近五十,人称惠太婆。 这一天晚上,细雨飞飞,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 惠太婆爬起来开门,只见门外停着一辆洋车,拖车的洋非常怪异,既不像绵洋,也不像山洋,反正一看就知道是洋。 小牛犊一般大小,眼睛里射出蓝光。 只听车上有人说,惠太婆,我家夫人难产了,请你去接生,事不宜迟,你赶快收拾一番上车走吧。 惠太婆答应一声,转身进屋,收拾了一个包袱,挽在胳膊上。 出了门,她不由地大吃一惊,只见洋车旁站着一位一丈多高的夜叉,眼似同灵, 嘴似小盆,头上长着两只脚,丑陋得让人胆寒。 惠太婆转身想进屋,被夜叉一把拉住,语气急促地说,你别怕,我没有恶意,不会伤害你的。 说吧,手上一使劲,将惠太婆提起,放进了车里。 她坐上赶车的位置,皮鞭在空中甩响,洋车腾空而起,向西北方向飞去。 不一会儿,洋车降落在一座高山上,停在一座山洞前。 惠太婆下了车,跟着夜叉走进山洞,只见里面金碧辉煌,宛如宫殿。 骑完八拐之后,夜叉停在了一个房间的门外,里面传来撕心裂肺的吼叫声。 夜叉轻声说,夫人正在遭受痛苦,你快进去吧。 惠太婆推门进去,只见一张大床上,铺着几张虎皮,上面躺着一名女子,满头大汗,脸部扭曲变形,正在痛苦地大叫着。 她的肚子上盖着丝绢,身后露出九条毛茸茸的尾巴,就像孔雀开瓶一样,散落在身体两侧。 惠太婆心里一惊,想不到女子是一条九尾狐。 她强自镇定下来,仔细检查,原来婴儿卡住了,只露出半颗脑袋,而女子已经使不出力气了。 惠太婆赶紧解开包袱,拿出一个小瓷瓶,倒出一粒红色的小药丸,让女子服下。 这种红色的小药丸,叫做龙咸天珠,是龙在睡觉时,嘴里流出的咸水,风干后结成的小珠子,具有催生的奇笑。 说起龙咸天珠,和小黑龙有关。 大约二十多年前,惠太婆接生回来,走在山路上,忽然看见一只蛇利正在和一条小黑蛇争斗。 小黑蛇不是对手,浑身是伤,眼看就要不敌了。 惠太婆赶紧捡起树枝,赶走蛇利,就下了小黑蛇。 后来,小黑蛇机缘巧合下,得到神仙的指点,修炼成了小黑龙。 为了报恩,三年前他送来了龙咸天珠,一共两颗。 一旦有人难产,惠太婆就会拿出一颗,让产妇闻一闻,难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。 因为九尾狐不属于人类,体质特殊,所以惠太婆就让他吃了另一颗。 九尾狐吃下了龙咸天珠后,猛地生出一股力气,生下了男婴。 惠太婆检查了一下男婴,没有发现尾巴。 丫鬟把惠太婆带到偏厅里坐下,不一会儿,出来一名衣着华贵的男子,自称是劳山道士,如今已经成仙三百多年了,感谢惠太婆救了他的妻儿一命。 说吧,他伸手弹出一个响纸,出来一名小童,端着一个盘子,盘子上面放着一壶酒和一支酒盏。 劳山仙人道出一盏酒,递给惠太婆说,无以为报,姑且请你喝一盏酒吧。 你可别小看这一盏酒,酿造了三百年才酿出一坛,喝了能变年轻。 惠太婆道了一声谢,结果酒一饮而尽。 恰在此时,守门人来报,来了几位仙人贺喜他喜得贵子,劳山仙人迎了出去。 惠太婆觉得身上的毛孔都在变化,低头一看,皮肤变得紧绷光滑起来。 在伸手一摸脸上,皱纹不见了,皮肤细嫩光滑。 他不由得大喜,又倒出了一盏酒喝了下去。 过了不久,劳山仙人回来了,发现惠太婆不见了,坐着一位十岁的小姑娘,惊讶地问道,你是不是偷喝了酒? 小姑娘紧张地说,我想再年轻一点,想不到竟然变成了小姑娘。 劳山仙人不禁哑然失笑,说道,一盏酒能年轻二十岁,你多喝了一盏,因此才会变成十岁的小姑娘了。 小姑娘询问,能不能变回去? 劳山仙人大笑着说,世上只有想变年轻的人,哪有想变老的人呢? 估计,没人愿意钻研变老的仙耀吧?恕我无能为力。 说吧,让叶叉送她回去。 惠太婆回到家里,家人狐疑地看着她,不准她进门。 惠太婆讲述了奇遇,家人这才发现,真的是她。 惠太婆一下子变得比孙女还要小几岁,让人啼笑皆非。 一直过了七十年,惠太婆才去世,此时她的实际年龄已经一百二十岁了,老伴以及儿子儿媳都掀她而去,就连孙女孙子也在前几年去世了。 惠太婆这才发现,长寿并不是什么好事,崇孙辈因为和她相隔的辈分太远,彼此都不亲近。 她过得很是孤独,深深地体会到了人群里的孤独寂寞了。 唐素宗前缘年间,书生荣瑶佐到都城赶考,却名落孙山。 她不愿回家,打算住在都城读书,几年后再一次参加科考,于是打听可以租赁的房屋。 客栈掌柜告诉她,与其租房,不如买房,以后不再都成住了,还可以卖掉。 要是运气好,碰见一个好买主,还可以小赚一笔。 荣瑶佐笑着说,哪有这样的好事啊? 掌柜笑着说,当然有,你可以买一套旧宅,花钱也不多,折损也不大。 荣瑶佐便让她推荐哪里有好的旧宅,掌柜便推荐了城东的一套旧宅,三进三出,原本是姓陈的官员的,他后来调任外地,死于任上, 家人回老家去了,旧宅挂牌售卖。 据说旧宅不清静,因此一直无人购买,价格很低。 荣瑶佐动了心,便找到旧宅询问,旧宅托一个老者看管,他是陈家的远亲。 荣瑶佐询问了价格,确实便宜,便询问老者,旧宅为何不清静呢? 老者看了看,欲言又止。 荣瑶佐掏出一把钱币,塞在他的手上,老者这才开口说,看你是一个实诚人,我也就不瞒你了。 据陈家说,这座房子晚上会听见怪叫,像鸟的叫声,早几年还好,后来叫得厉害,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听老者讲完,荣瑶佐不禁哑然失笑,晚上听见怪叫,算不得什么大事,他胆子大,又是属虎的,震得住,于是掏钱买下了旧宅,住了进去。 过了几天,半夜里,荣瑶佐忽然被摇晃而醒,感觉到房子在剧烈的晃动,人就像坐在大海上的船只一样,船只被惊涛骇浪抛上抛下。 等到他醒来,却一切如旧,安然无恙。 荣瑶佐以为做了一个怪梦,也就没有放在心上,等到心情平复后,他翻过身又睡了。 过了一段时间,荣瑶佐在半夜里又被晃动而醒,心里纳闷,便出去转悠,宅院里一片寂静。 他心里无比郁闷,老者说宅院里有怪鸟叫,可是他并没有听见怪鸟叫声,反倒感觉得剧烈的晃动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过了两天,荣瑶佐正在屋里读书,忽然听见一声佛号,走出门一看,原来是一名老和尚在化缘。 荣瑶佐询问老和尚从何而来? 要往何处去? 老和尚微微一笑说,我从嵩山少林寺来,要往北方去,顺道参观一下都城。 得知老和尚是从明山大寺来的,荣瑶佐当即拿出饭菜。 等到老和尚吃饱后,他便与老和尚闲谈起来,讲了梦见宅院晃动的怪事,询问老和尚这是为什么呢? 老和尚笑着说,带我进去看一看再说吧。 老和尚在宅院里转悠了一遍,指着后院一处地方说,施主可以在此建造一座亭子,亭子里建造一座五尺高的小宝塔,可以镇住这一处朱雀穴。 原来,宅院建在朱雀穴上,姓陈的官员之所以后来听见怪鸟的叫声,那就是朱雀的叫声,是因为他的运势开始走下坡路了,朱雀发出警示。 可是,姓陈的官员不相信风水学说,没有当回事,因此才会掉离都城。 荣瑶佐住进去后,之所以感觉到宅院在剧烈的晃动,是因为他属虎。 而且命硬,与朱雀产生了冲突,让朱雀感受到了压制,因此他才会晃动身体,表示反抗。 这才让荣瑶佐在睡梦中感觉到摇晃。 围巾之际,只有两条路可走,要么荣瑶佐搬走,要么就是想办法镇住朱雀,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血眼上用宝塔压制。 不过,这一块宝地实属千年难遇,日后世世代代能出文臣武将,放弃了实在可惜。 荣瑶佐就留老和尚小住几天,指导工匠们建造亭子和宝塔。 完工后,荣瑶佐请人给老和尚重新做了一件新的袈裟,才恭恭敬敬地将它送走。 这以后,荣瑶佐果然再也没有在睡梦中感觉到房屋摇晃了。 过了几年,荣瑶佐又一次参加考试,依然名落孙山。 他索性把老家的家产变卖了,居家搬迁到都城,自己则投奔到富商家里当起了账房先生。 荣瑶佐有两个儿子,老大喜欢学文,老二偏爱公马。 后来,老大考上了晋士,当上了官员,最终成为朝廷重臣,老二参军,在平定匪寇中,因公升迁为将军,最终成了兵部赏书。 这座宅院,荣瑶佐传承给了老大,兵主世代相传。 后来,荣家果然世世代代兜出文臣武将,一直到唐朝灭亡,这座宅院毁于战火之中,荣家才失去了荣耀。 宋英宗初年,书生长津西和几个文友春游,走在山路上,忽然看见一幅惨象,一只野猫正在吞食喜鹊,旁边还有三只幼鸟,在惊慌失措的鸣叫。 地上散落着喜鹊窝,还有沾着血污的羽毛。 很明显,野猫爬上树捣毁了喜鹊窝,两只喜鹊救护子女,死于野猫的沼下,已经被它吃了一只。 长津西怒从心头起,大喝一声,捡起石头砸向野猫。 野猫受到惊吓,叼着没吃完的半只喜鹊,钻进了树林里。 长津西捡起三只幼鸟,捧在手掌里,满脸疼爱之色。 众文友打去说,你的神态,看起来像一个慈父。 长津西笑着说,这是人心大爱,不识圣人的教诲。 其中一个文友说,长兄,你还是先安顿好幼鸟吧。 长津西说,说得极是,众文友,在下告辞了。 长津西捧着三只幼鸟,一路小跑回到家里,用棉絮在屋脚里做了一个鸟窝,把三只幼鸟养在窝里。 每当读书累了,长津西来到鸟窝边逗弄小喜鹊,却也是一种乐趣。 三只喜鹊长大后,长津西将它们放飞了。 他们偶尔会回来,落在门前的树上,叽叽喳喳地叫着,算是向恩人打招呼。 长津西苦读三年,考上了秀才。 第二年,他去参加乡试,却名落孙山。 到了下半年,他的老父亲病逝,他在家守校,捧着书本苦读。 家务原先由老父亲打理,长津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 如今由他打理家务,他也不懂得理财之道,家境渐渐衰落下来。 家里本来有几亩薄田,请人耕种,连续两年干旱,收成锐减,吃饭都成了问题。 长津西原本定下一门亲事,是米家的女儿翠妮。 他混不下去了,去找岳父米老汉借钱度日。 米老汉不但不借,还将他数罗了一顿,呵斥他连饭也吃不上,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。 呵斥完,他拿出婚书,撕成粉碎,当场毁婚了。 长津西长叹一声,感叹事态炎凉,落寞地回到家里。 好在一位家里富裕的文友,得知情况,送来几斗米面,让他暂且有了饭吃。 翠妮得知父亲毁婚,心中不平,跑去和米老汉吵闹起来,被米老汉扇了一巴掌。 过了几天,媒婆上门提亲,一位姓卢的世家子弟,心尽死了正妻,想续贤,聘金一千两。 米老汉贪图一千两的聘金,答应了婚事。 翠妮非常生气,想不到父亲贪图钱财,竟然让他嫁给大十几岁的男人,还是二婚。 他大哭一场,夜深人静之时,他偷跑出来,把丝巾和一双鞋放在河边,然后寻访长家去了。 穆老汉发现翠妮不见了,央求人寻找,在河边发现翠妮的丝巾和鞋子,以为他头盒自尽了,打捞尸体不着,便把翠妮的衣服放进棺材里埋了,立了一座衣冠中。 翠妮一路打听,找到长家。 长津西得知她是翠妮,感动得痛哭流涕。 两人哭罢,喊来三叔主持婚礼,两人拜了天地,当晚成婚了。 过了几天,长津西和翠妮相商,去外县投奔姑母。 姑父是个大户人家,暂且投奔她家,解决衣食问题,安心读书,争取早日金榜提名。 两人锁了家门,带着干粮,结伴上路。 走了两天,第三天的时候,走在山路上,忽然看见不远处,盘旋着一群喜鹊,寂寂曹操地叫个不停。 长津西觉得怪异,拉着翠妮去看个究竟。 两人到了跟前,发现是一座废弃的房子。 十年前,这一带参加闹过匪患,有很多人家家破人亡,留下不少废弃的房屋。 只见三只喜鹊,站在屋后的一处杂草里,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 长津西认出,这三只喜鹊,正是她未养大的那三只。 长津西走过去一看,发现草丛里露出缝隙,她找来工具挖开,竟然是一个地窖入口。 进入地窖里,里面堆着五只瓷潭。 打开瓷潭风口,竟然装满银元宝。 长津西发了大财,也不去投奔姑母了,雇了一辆牛车,把瓷潭拉回家里,购置田产,过起了傅家翁的生活。 她刻苦读书,后来考上了举人。 再后来,又考上了进士,被点为汉林。 林上任之时,长津西带着翠妮去拜见岳父岳母。 穆老汉得知实情,修残得无地自容。 长津西原谅了她,跪在面前行了大礼。 长津西把田产捐出来,设置了一学,专门救济穷苦的读书人,被人们称赞不已。 宋宁宗年间,江南有未名叫井苍穹的秀才,博学多才,心地善良。 这一年,她参加乡试,下榻在客栈里,有一个神秘男子,向参加考试的秀才们兜售题目,一共八十两银子。 井苍穹不屑于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,拒不买题。 好多秀才,买了题目,预先做好文章熟背。 谁知进了考场,考题果然与售卖的一模一样,那些资质平平的秀才,因为事先做好了题目,各个高中举人。 像井苍穹这种宝学之事,反倒落了榜。 她苦笑一声,无异于丑陋的官场抗争,便带着行李启程回家。 走了四五天,到了一座小镇,忽然看见路口围着一群人。 井苍穹挤进去一看,却是一位老汉蹲在地上啼哭,旁边站着李正和宋元外。 原来,老汉姓贵,租种了宋元外十亩田地,因为去年闹了洪灾,导致减产,拖欠了大约八两银子的电租。 原本打算今年秋收补交,谁知今年缺少雨水,产量减半,又多欠了二两银子。 宋元外催收无果,迫不得已,和李正相商,拉着贵老汉去县城建官。 走到小镇上后,贵老汉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,蹲在地上哭泣。 如果建了官,他不但要吃板子,还会被宣判以房产作底,还会取消租种资格,几乎是绝路一条。 围官的人纷纷劝解宋元外,让他放贵老汉一条生路。 宋元外苦着脸说,我家人口众多,就靠几百亩粮田过日子,手下有十几家店户,如果松了口,其他店户有样学样,我家去喝西北风。 有人气愤地说,你们财主,就没有一个好心人,眼里只有钱,把人往绝路上滴。 宋元外板着脸说,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,事情到了你们身上,照样不会心慈手软。 再说了,租赁契约上写得明明白白,当年的租金当年结清,我已经延期一年了,也算人至意尽了。 景苍穹听明白了,走上前拱手说道,宋元外,贵大叔的十两银子我来还。 宋元外面露喜色,满脸堆笑地说,那感情好,也算搭救了贵老汉一家人。 景苍穹笑着说,不过,我没有银子。 宋元外脸一沉,说道,你不是诚心捣乱吗? 景苍穹说,你先别急,我是一个落地的秀才,你家如果需要教书先生,或者需要腾写账目,我可以以工钱相礼。 也是巧了,宋元外家里本来有个私塾先生,前不久辞管走了,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 他询问了景苍穹的姓名和身世,听说过他的名气,当即答应下来。 到了宋家,宋元外白酒款待,顺便拷问景苍穹的学问,见他对答如流,确实是一个保学之士,便定下聘金十八两,包吃包住。 到了明年秋天,期满一年后,扣除十两欠银后,余下的八两银子付给景苍穹。 景苍穹修书一封,托人送到家里,便在宋家住了下来,安心教书。 这期间,贵老汉为了感谢他,送来一只炖好的老母鸡。 景苍穹好言,劝慰了他一番,让他以后不要再送了,毕竟他也不易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,景苍穹发现,宋元外除了把金钱看得很重外,心地也不是很坏。 再说了,他维护自身利益,也是人之常情,无可厚非。 宋元外也很看重景苍穹,索性和他签订了三年的协议,聘金涨到每年二十两。 景苍穹感谢之欲之恩,尽心尽力地教导宋元外的儿子读书。 转眼间,三年过去,又到了乡市之期。 景苍穹辞别宋元外,只身上路赶考。 到了码头,他坐船走水路,顺江而下。 到了傍晚,忽然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,下起了瓢泊般的大雨,水流翻涌。 船只被狂风吹翻,沉入水底,一船人溺水而死。 不一会,一船人的鬼魂都到了水底龙宫。 龙王说,为了防止有不该死之人,复屈而死,你们站到秤上秤重量。 大家这才发现,在大厅的侧面,有一个木架,挂着一杆秤,下面一个箩筐。 大家依次坐进箩筐里,虾兵拨动着秤驼,给他们称重量。 秤完后,龙王宣布,只有井苍穹达标,放他生还。 重鬼不服,龙王威严地说,这是一杆良心秤,能秤出一个人的良心有多重。 有良心的人,灵魂就会比较重,良心越少,灵魂越轻。 没有良心的人,灵魂轻如红毛。 你们不要不服,扪心自问,一生可有做过好事善事。 重鬼纷纷羞残地低下头。 龙王下令谢将军送井苍穹还阳,谢将军带路,将井苍穹引到水面上,推了他一把。 井苍穹醒了过来,发现已经到了岸边,急忙爬上岸。 他坐在岸边,喘息烧定,放眼看去,水面上漂浮着几具死尸。 这一传人,只有井苍穹一人生还。 大家听了他讲述在龙宫里称良心的奇闻,都大笑起来,说他肯定脑子里进了水,才会有如此荒诞的讲法。 井苍穹见众人不相信,也不辩解,起身赶考去了。 井苍穹考上了举人,从此止步不前,多次折几会事,后来索性不再参加考试,办了一个学馆,安心以教书育人为生。 他时常告诫他的学生们,做人切不可丧失良心,要心存善念,多做善事,要是以后当了高官,更要心系百姓。 井苍穹一生做了许多好事善事,也教育出许多有良心的学生。 他一直活到八十九岁,无疾而终,做一个有良心的人,大抵不是什么坏事,最起码面对灵魂拷问的时候,无愧于天地。 唐代宗大历年间,书生盛世炎打算去都城参加考试,按照当时流行的做法,出发前放生一个小动物,做一件积累因得的善事,可以保佑旅途顺利,考场上超常发挥。 在父母的劝说下,盛世炎也打算买一个小动物放生。 这一天早上,盛世炎燃上一炷香,祷告一番,今天要去买动物放生,希望神灵护佑他顺利完成。 吃过早饭后,盛世炎出发了,往急事而去。 走到半路上,他遇见一个老头,用柳条穿着一只老泥丘,迎面而来。 老头今早在稻田里清理水沟的淤泥,发现了这一条老泥丘,大约手腕粗,胳膊长,胡须三四寸长,这可是千年难遇的老泥丘。 老泥丘在水沟里跑得飞快,老头情急之下,用铁锹砍在他的头上,才将它捉住。 盛世炎提出要买下老泥丘放生,因为他在神灵前祷告过,遇见的第一个小动物,就是他放生的对象。 老头得知原因,趁机索要一贯钱。 盛世炎闻言大惊,抱怨说,一条老泥丘一千文钱,你有没有搞错,这不是天价吗? 老头嘲笑说,你既然买来放生,就要新成,岂不闻新成则灵吗? 你如舍不得花钱,又何必要做善事呢? 这话让盛世炎一时难以反驳,只好拿出一贯钱,买下了老泥丘。 但是,老泥丘头上的伤口太深,已经奄奄一息,就算放生了,也未必能活下来,盛世炎便决定把他带回家里治伤。 回到家里,盛世炎找村后的医者要来要高,涂抹在老泥丘的伤口上,把他放进木盆里养伤。 为了给老泥丘加强营养,他每天一个鸡蛋,喂养老泥丘。 大约十多天后,老泥丘头上的伤口愈合了,留下一道醒木地伤疤,也有了精神头,盛世炎便将他送到大河里放生了,第二天便带着书童,启程赶考去了。 一路上小型夜宿,到了都城,住在客栈里。 等到考试过后,黄榜公布,盛世炎却名落孙山。 他也不以为意,打算三年后再来考试。 他在都城里游玩了一个多月,才启程回家。 一转眼,三年时间过去,又到了会市之期。 临行前,父母又劝说他买小动物放生,被盛世炎拒绝。 嘲讽说,三年前放生过老泥丘,也不见起了什么作用,还不是照样没有考上吗? 父母说,你虽然没有考上,但是一路上顺利,不也是说明是放生的功德在起作用吗? 盛世炎不以为意,拒绝了父母的善意,带着书童上路了。 这一次,他决定走水路,顺江而下,然后再转陆路。 到了码头,坐上船只,船只扬帆起航。 走了不到半个时辰,江水中突然跃出一条蛟龙,挡在船头。 只见蛟龙的头上,有一道明显的疤痕。 人们吓得躲进了船舱里,船老大也趴在船头上不敢动弹。 盛世炎也不例外,带着书童躲进了船舱里。 只见蛟龙吐出水柱,喷进船舱里,人们顿时湿了衣衫。 接着,蛟龙推着船只,回到了码头。 因为衣服湿透,加上有蛟龙作怪,船老大决定在码头上住一晚,第二天再出发。 盛世炎住在客栈里,书童说道,公子,要是听从老爷和夫人的劝告,启程时买下小动物放生,就不会出现怪事了,阻拦了行程。 盛世炎听进了心里,暗自揣测,难道真的是这样吗? 到了半夜里,盛世炎忽然梦见了一名穿着盔甲的武将,头上长着两只脚,额头的上方露出一块疤痕。 只见武将上前拱手说道,恩公,我就是当初被你搭救的老尼丘,如今已经越过龙门成了蛟龙,成了寻疆将领。 为了报恩,我才现身阻挡船只前行。 说完,就不见了。 第二天早上,人们上了船,正要出发,忽然传来消息,前面七八十里的地方,昨天下午,爆发了风暴天气,江面上狂风大作,波涛汹涌,过往的船只都侧翻了,死了几十人。 人们闻言,无不讹首称庆,如果不是蛟龙拦阻,他们的船只正好路过风暴的地方,他们这一船人,可能都要葬身于腹了。 圣世炎便将放生老尼丘,老尼丘成了蛟龙报恩,昨晚托梦的事情讲了,人们都嘖嘖称奇,表示今后一定要多做善事,多多救助小动物。 这一次,圣世炎依然名落孙山,变冷了科考的心,在家里过起了安稳的日子。 不过,通过蛟龙的事,他相信了善有善报的因果,从此当起了大善人,一生做过无数善事。 唐朝大中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个年老的教书先生,前三十年一直在读书考试,却总是名落孙山,幡然醒悟,不再追求功名了。 后来的将近二十年,他一直在教书,人们称呼他为老学究。 这一天,是老学究的五十大寿,他特地给学堂放假一天,在家里款待宾客。 院子里摆了三桌酒,亲朋好友们都来了,欢声笑语,响彻云霄,老学究喝得满脸通红。 到了晚上,掌灯时分,院子里灯火通明,宾客们热热闹闹地正在喝酒。 忽然,院墙上有个影子一晃,出现了一颗豹子头。 胆小的女客吓得尖叫起来,老学究却大笑着说,你们别怕,这是我的小花。 他不会攻击人的。 说起这一只豹子,和老学究很有渊源,要从五年前说起。 五年前,老学究的学生当上了司马,特地带着重礼来拜访老师。 酒足饭饱后,司马带着五六个随从,到深山里打猎去了。 当晚就露宿在深山里,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来。 他们满载而归,五匹马的马背上都是猎物,还活捉了一只母豹,后面跟着一只小豹仔。 母豹中了三剑和两猎叉,伤势很重。 小豹仔走路翻跟头,还没有断奶,不断地在母豹身上找奶喝。 司马得意洋洋地说,他准备将母豹献给刺史,养在刺史府里。 刺史是武将出身,喜欢豺狼虎豹这些野物。 老学鳩却说,小豹仔还没有断奶,你把他们母子都送给我吧,我看看能不能救活母豹。 既然老师发话了,司马不好不给面子,当即留下花豹母子,告辞走了。 老学鳩请来医者救治,哪知道母豹伤势过重,拖了两天后死了。 老学鳩就四处挤牛奶喂养小豹仔,等到他长大后,就把他放归山林了。 老学鳩冲着豹子招手,喊他进来,豹子越过院墙,跳了进来,来到老学鳩的面前跪下。 老学鳩轻易地拍着他的头,宾客们却纷纷躲避。 老学鳩的儿子打开院门,在墙边找到一头迷路,拖了进来。 老学鳩喜滋滋地说,小花,你知道我过大寿,也给我送礼来了呀。 豹子抬着头,望着眼前的宾客们,发出嘀吼声。 老学鳩笑着说,你是不是要吃东西了?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 说完,往宾客们一指,说道,只能吃一个。 宾客们吓得四散走开,有一个七巡老者指着老学鳩。 责怪说,大侄子,我们来给你助寿,你却用我们喂豹子,真是没良心。 老学鳩哈哈大笑起来,说道,老叔,你说笑了,我怎么可能让豹子吃你们呢? 你们误会了。 说吧,他又乐得哈哈大笑起来。 笑了一会儿,他指着老者的背后说,我让他吃猪头。 老者转身一看,原来走廊上架着三口炒菜的大锅,其中一口大锅里,煮着两颗猪头。 老学鳩说,豹子在我家时,我喂过几次猪头肉,他很喜欢吃。 我今天特意买回来三颗猪头,中午吃了一颗,晚上再吃一颗,另一颗是给豹子准备的。 宾客们不禁哑然失笑,他们确实误会了。 他们挡着走廊了,老学鳩往走廊上一指,他们误以为指向他们了。 老学鳩的儿子将猪头拎起,用冷水一淋,提到豹子面前,豹子一口叼起,月墙跑了。 宾客们虚惊一场,坐下来继续喝酒,厨师继续上菜。 过了一会儿,猪头肉也上桌了。 宾客们将豹子给老学鳩败售的事情,添油加醋的一说,到处传开了,也传到了县令的耳里。 县令大喜,他的爱妾得了心疼病,吃药无效。 一位江湖游医送给一个偏方,要用豹子胆做主药。 县令让猎人们猎取豹子,谁知好长一段时间了,也没有猎到豹子。 县令找到老学鳩,让他将豹子换出来,杀了取胆,老学鳩一口拒绝了。 县令大怒,下令将他关在监狱里。 大家有可能会提出疑问,老学鳩的学生,不是在州里任职司马吗? 老学鳩不会让家人去求救吗? 其实,司马早在两年前就调走了。 不然的话,县令也不会如此胆大。 老学鳩在监狱里染上了劳病,奄奄一息,他的儿子去探监,劝说父亲让步,让县令将他放出去换来豹子。 老学鳩气愤地说,我宁愿自己死去,也不肯出卖豹子。 过了几天,县令将老学鳩放了出来。 老学鳩心里纳闷,难道县令善心大发了? 他询问狱族,这才得知,豹子自投罗网,昨晚来到县衙里,被县令宰杀了。 县令获得了豹子胆,自然就把老学鳩释放了。 老学鳩当即大哭起来,想不到豹子如此有情有义。 回到家里后,老学鳩常常自责,使他害死了豹子。 他的老伴问道,要是你和豹子换位,豹子被抓,你会怎么办? 老学鳩说,我会想办法营救,甚至会不惜生命。 老伴说,豹子不正是做了你也会做的事吗? 你何必自责,辜负豹子的情意呢? 老学鳩这才释怀。 这以后,每到他的生日时,他都会想起往事,摆出一颗猪头,祭奠一下豹子的阴魂。 明朝万历年间,有一个名教权贤堂的书生,学父武车,心地良善。 这一天,他去县城参加童生事,半路上发现一个石亭,便去歇息。 来到石亭上,发现地上坐着一个老教花, 面前用几块乱石垒起一个简易的灶台,燃着火,上面架着一口锅,锅里烧着水,里面放着一块豆腐。 灶台旁边放着一个破桃罐,里面装着水,水里游冻着一条泥丘。 泥丘非常粗壮,乍一看,还以为是一条黄扇。 老教花看着泉咸堂,乐呵呵地说,读书人,你要是不嫌弃,等会一起品尝泥丘钻豆腐的美味。 所谓的泥丘钻豆腐,就是将泥丘放入烧开的水中,泥丘为了活命,钻进豆腐里。 煮熟了,就是一道美味。 这种吃法,只有达官贵人们才会偶尔一世,想不到一个老教花子,竟然有如此兴致。 泉咸堂看着陶罐里的泥丘,物字游动着,全然不知她的生命,即将走到尽头,心中不免涌起一股悲凉。 她又想起儒家学说里推崇的人,决定伸出仁义之手,献出仁爱的心,搭救泥丘一把。 于是,她开口讲了一通仁爱的思想,劝说老教花把泥丘放生。 老教花指着泉咸堂大笑起来,眼泪差点笑了出来。 好不容易止住笑。 她说道,你真是读书,把脑壳读坏了,岂不知民以食为天? 我一个老教花子,尚无片瓦遮身,下无力追之地,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,能有一道泥丘钻豆腐吃,就是天赐之恩。 你让我把它放了,岂不是要老虎吃素? 泥姑嫁人? 真是笑死人了。 全贤堂被抢白了一顿,直到一时半会说服不了老教花。 于是提出花钱买泥丘,让老教花开个价。 老教花眨动着脚匣的眼睛,说道,任你多少钱,我都不卖,钱财乃生外之物,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不如现在吃了,好歹满足了口腹之欲,图个快活。 接着,老教花絮絮叨叨地讲起,这条泥丘来之不易。 他上午出门乞讨,在路边水沟里发现了泥丘,好不容易才捉拿起来,养在桃罐里,然后去集市上讨要了一块豆腐,打算好好的大块朵仪,打一下牙迹。 老教花皮笑肉不笑地说,君子应该成人之美,你在我嘴里夺食,哪有一点君子风度? 其实,老教花之所以啰里啰嗦,无非是想坐地起价。 全贤堂,当然洞悉了他的心思,说道,这样吧,我多给一些钱,你到集市上饱餐一顿,既满足了口腹之欲,也算做了好事,岂不两全其美? 好说歹说,老教花终于同意卖掉泥丘,不过,他漫天要价,索要三两银子。 全贤堂身上没有多余的银子,如果拿出三两银子,他一路上就得省持俭用。 老教花见他犹豫不决,伸手抓起泥丘,就要丢进锅里。 全贤堂忙喊他停手,从包袱里翻出三两银子,递给老教花。 老教花接过银子,喜滋滋地走了。 全贤堂捧起破桃罐,走到河边,把泥丘倒进河水里。 一路上,全贤堂每天只吃一顿饭,晚上无钱住客栈,就在路边屋檐下蹲一晚,或者在草垛里歇宿一晚,勉强撑过了考试之期。 回到家里,老婆见他瘦了一圈,询问起来,得知他花了三两银子,买了一条泥丘,忍不住责怪起来。 全贤堂拿出儒家人爱的理论辩解,气得老婆扭身不搭理他。 考试成绩公布出来后,全贤堂榜上无名,老婆嘲笑说,你一番好心,放生积德,为何老天不保佑你高中? 全贤堂笑着说,考试不忠,是我的学识不够,与老天有什么关系? 做人做事但求问心无愧,做善事所求回报,启示君子之风。 老婆气得直翻白眼,懒得理他。 三年后,全贤堂又一次参加童生事,这一次榜上有名,中了秀才。 后来,他科举之路顺遂,一路举人进士考下来,分配到地方上当了县令。 全贤堂带着家人去赴任,他历经图治,兴修水利,深得老百姓尊重,颇有正声。 过了不久,他被提拔为知府。 后来官制三品,成为朝廷重臣。 一转眼,三十多年过去,全贤堂已经年近六旬了,因为身体欠家,特地告老还乡,以养天年。 皇帝准奏,全贤堂便租了一条船,带着一家老小,走水路回家。 船到长江下游一带,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,顿时乌云遮天,波涛汹涌,船随着波浪上下颠簸。 前面和后面的船只都被风浪打翻,人们在水中沉浮挣扎。 全贤堂的船只随时都有侧翻的危险,一家人躲在船舱里,惊慌失措。 这时,只见一位壮汉从水中跃上船头,船只顿时不再颠簸,如履平地,远处巨浪滔天,眼前风停浪静,宛如两个世界。 全贤堂心之友谊,上前与壮汉行礼。 壮汉笑着说,当年与恩公相识,还是意气风发的书生,一别几十年,如今恩公两病染霜,真是岁月不饶人啊。 全贤堂打量了壮汉一下,说道,恕我眼拙,似乎与君素未谋面,为何称我为恩公? 壮汉笑着说,我就是当年被你搭救的尼丘啊。 原来,尼丘被全贤堂放生后,过了几年,龙王选拔寻将将领,尼丘有幸入选。 今日,他见全贤堂一家有难,故此出面搭救,报答往日的恩情。 因为有壮汉的护送,全贤堂一家安然抵达家乡,过起了安逸的生活。 多做善事,必有福报。 无论是儒家、佛家还是道家,都教育人们,要行善积德,仁爱为本。 正所谓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,时候一到,福报自然会来。 唐县宗园和年间,这一天是书生没追雨大喜的日子,他迎娶了同事为妻。 到了晚上,宾客们散去后,他迫不及待地进入洞房,关上门,挑起了红盖头,只见同事娇羞地低着头。 正在此时,想起了急促的敲门声,没追雨,不由地大为亚裔,是谁这么不识趣。 意欲何为? 他不耐烦地打开门,正要呵斥,却猛地一愣,门外站着岳母,带着一名老道士。 只听岳母焦急地说,新娘不是人,你离她远一点。 原来,今天上午,迎亲的队伍离开后,岳母在家里款待宾客们。 吃过中饭后,岳母去厨房查看,发现菜肴不够了,便吩咐老婆去地窖里取烟菜。 同家有一个地窖,在后院的西边,里面装着许多烟菜和干菜。 岳母三十多岁就死了丈夫,手寡把几个孩子拉扯大。 好在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女人,烟菜的手艺出众,每一年都会腌制各种各样的烟菜,放在地窖里,要吃的时候,就去地窖里拿。 老婆提着灯笼吓到地窖里,忽然听见哼哼声,吓得一个哆嗦。 她大着胆子提着灯笼照看,这一看不打紧,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 冲出了地窖。 原来,地窖的角落里,躺着一名女子,正是小姐同事。 可是,同事今天出嫁,她亲眼看见同事上了花窖的,为何却在地窖里呢? 真是见鬼了。 岳母得知,大惊失色,带着几个人跑进地窖里,同事果然躺在角落里,被五花大绑,嘴里塞着破步。 岳母赶紧扯下破步,同事大哭起来。 岳母焦急地问道,女儿啊,你不是上了花窖吗? 为何却在这里? 你先不要哭,告诉我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同事止住哭声,说道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听说新郎来了,大家都跑出去看热闹,剩下我独自一人坐在闺房里,忽然晕了过去。 醒来后,就在地窖里了。 看见老仆进来,我就发出了哼哼声,这才被你们发现。 出了地窖,亲戚们议论纷纷,如此说来,驾到新郎家里的是妖怪冒充的了,看来新郎凶多吉少了。 岳母吩咐老仆赶紧去新郎家里报信,有人说,这样会打草惊蛇的,弄不好惹怒了妖怪,后果不堪设想。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,认为带着老道士去比较妥当。 山顶道罐里有一位老道士,擅长降妖伏魔,把他带去,可以当场捉拿妖怪。 于是,岳母请来老道士,带着他急匆匆地赶到没追雨的家里,还好在两人就寝之前赶到了。 同事看见老道士,脸色大变,赶紧跪在老道士的面前,说道, 大师,我并非为妃作歹之卑,之所以冒充新娘子来成亲,是因为梅郎曾经承诺娶我为妻。 原来,梅追雨小的时候,爷爷养着一只八哥。 他很喜欢这一只八个,常常逗弄着他玩耍。 有一天,爷爷逗弄孙子,说八个是孙子的老婆,问他长大后,愿不愿意娶八个为妻。 梅追雨才三岁多,什么也不懂,就说长大后愿意娶八个当老婆,这以后,他就喊八个老婆。 这本是无心之举,哪知道八个听进了心里,飞到深山里,修行去了,他立志要当梅追雨的老婆。 等到梅追雨长大后,这一天晚上,八个变成了女子,走进了他的书房,要和他行夫妻之事,却被梅追雨拒绝了。 她是一个正经人,没有父母之命没说之言,她是绝不会愉悦理智的。 女子只好承认她是八个,并讲了梅追雨小时候的承诺,要她兑现诺言,娶她为妻。 梅追雨大笑着说,儿时的戏言,岂可当真呢? 再说了,你我不是同类,是万万不能在一起生活的。 无论女子怎么纠缠,梅追雨就是不同意。 无奈之下,女子只好走了。 其实,她并没有死心,因此冒充同事,来和梅追雨成亲,借以满足心中的愿望。 听到这里,老道是说,你和她无缘,跟我走吧,我带你修道,将来承仙。 可是,女子并不愿意承仙,哀求说,求求你放过我吧,哪怕只和梅郎做一夜的夫妻,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 明天一大早就离开,保证以后,绝不再打扰她。 老道是怒喝道,想不到你心中的执念如此之深,休怪我无情,我只好收了你。 说吧,伸手一指,一道电光机在女子的心口,女子当场倒地死去,变成了一只八个。 第二天上午,岳母派了一成小轿,把同事送了过来,两人又拜了堂,结成了夫妻。 唐朝天宝年间,书生康志远连续参加了两次同生事,都名落孙山,便心灰意冷起来,索性丢下书本,出门游玩散散心。 这一天,康志远到一座古寺里游玩,出来后,见天色尚早,便信步往山顶走去。 一路上山花烂漫,景色秀丽,康志远不觉之间,心情好了起来。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,到了山顶,康志远登高远眺,发现山路的另一边,有一座山谷,露出几间草卢。 他来了兴致,往草卢走去。 到了草卢跟前,康志远发现,在门前的空地上,盘腿坐着两个人,衣着打扮,都很奇怪。 两人的头顶,冒出两团细细的云雾,像两条龙一样,纠缠在一起,似乎是在斗法。 康志远仔细观察,两个怪人,一人穿着五彩锦衣,一个穿着暗红长袍。 穿着五彩锦衣的怪人,浑身透着一股邪气,头顶上的云雾呈黑色,穿着暗红长袍的怪人,眉青木秀,头顶上的云雾呈青色。 康志远驻足观看,只见两团云雾斗在一起,你来我往,难分难解。 过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,穿着暗红长袍的人,处于下风。 突然,黑气暴涨数倍,吞噬清气,穿着暗红长袍的人,口吐鲜血,尾顿在地。 锦衣人哈哈大笑起来,挥手撒出一团绳索,将红袍人捆了起来。 他转头对康志远说道,读书人,你有口福了。 不过,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,先帮我干活吧。 康志远一言,搬来干柴,堆在门前的空地上。 锦衣人在干柴上架起一口锅,装满开水,烧了起来。 康志远问他,烧开水干什么? 锦衣人大笑着说,这人是我手下败价,我要将他煮了吃。 康志远闻言大惊,难怪锦衣人浑身透着一股邪气,他竟然是吃人的魔头。 尽管他的心里充满不满,却不敢表露出来,因为他见识过锦衣人的法术,生怕锦衣人一生气,连他也吃了。 锦衣人露出疲惫之色,说道,等水烧开了,你进屋喊醒我。 我刚才打斗了一场,消耗了大量精元,先去屋里小妹一下。 康志远手在火堆旁,突然听见红袍人哼了一声。 他抬眼望去,红袍人示意他过去。 康志远走到红袍人面前,红袍人小声说,你快救我,不然的话,你的命也不长久了,此人十分歹毒,把我吃了后,就会吃你。 康志远轻声说,我心内充满不安,有心救你,却不知该如何施救。 说吧,伸手就去解绳索。 红袍人赶紧制止,绳索具有法力,只要康志远处到绳索,就会惊动锦衣人。 红袍人巧声说,等会水开后,你去叫醒他,趁他不备,扯下他后颈上的一撮毛,他就会失去法力。 康志远一言而行,含行锦衣人。 等到锦衣人低头去解红袍人的绳索时,康志远伸手拔下他后颈上的一撮毛。 锦衣人大叫一声,倒在地上,变成了一只锦机。 康志远惊惧不已,此时,红袍人正脱绳索,抓起锦机,扔在锅里,烫死了他。 原来,锦衣人是锦机精,红袍人是蜈蚣王,锦机精来收服蜈蚣王,打算吸收蜈蚣王的精元,壮大自身的法力。 康志远闻言,不安地说,我本意想搭救你,却无意中害了他的性命,实在是罪过呀。 蜈蚣王劝说道,你不必自责,锦机精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,祸害了许多生命。 不信,我让你看看他的心。 说吧,伸手掏出锦机的心脏,果然像墨汁一样黑,发出一股恶臭。 蜈蚣王又伸手掏出自己的心脏,鲜红透亮,油渍在跳动着。 他把心脏塞回体内,身体完好无损。 蜈蚣王说,你救了红心人,杀了黑心人,此乃顺应天道之举,善心可嘉。 康志远闷闷不乐地问道,世上提倡善心,可是,善心又值多少钱? 蜈蚣王笑着说,善心本是无价的,是无法用具体的价格来衡量的。 但是,老天为了嘉奖善心,对于行善的人,都会进行具体的奖励。 你本来与仕途无缘,也与富贵无缘,如今做了善事,改变了命运,将来为之公卿。 说罢,蜈蚣王变成一只蜈蚣,钻进了土里。 康志远回来后,将此事讲给别人听,大家都嘖嘖称奇。 转眼间,又到了童生室,康志远参加考试,中了秀才。 后来,他一路科举考下来,高中进士。 他试图顺遂,不断地得到提拔重用,到他五十岁时,官至尚书。 康志远的官运,顺畅地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可置信。 至于这种好运,是上天的奖励,还是蜈蚣王暗中运作,不得而知。 不过,有一点他是坚信不移的,就是心存善念,福气自来。 可能有人会产生质疑,为了救出蜈蚣王,却杀了锦基精,这到底是行善还是作恶。 其实,任何事,只要站在正义的一方,即使有了杀戮,也算是一种善举。 几百年前,有一个读书人,名叫车众善,穷困潦倒,孤苦无依。 为了谋生,万般无奈之下,初秋时节,跟着一些老妇, 到山上采摘山货,赚取些许生活费用。 这一天,为了多采摘一些山货,车众善独自来到一处偏僻的山路, 这里果然好多山货。 他正采摘得欢,一不小心,踩到了猎人的机关, 一根绳子套在脚踝上,将他高高拉起,吊在树梢上。 夜晚来临,到处都是野兽的嚎叫声。 一头野狼来到树下,望着半空里的车众善,纵跃而起,用爪子去挠他, 无奈实在太高,野狼最终失望而去。 车众善又饥又困,加上受到惊吓,晕了过去。 等到他醒来,已经是拂晓时分,他看见不少野兽,从树下匆匆而过。 过了不久,一位老猎人上山检视各处机关,收获猎物。 他看见车众善,大吃一惊,急忙将他放下来,背回家里。 车众善的脚踝受伤,小腿麻木,老猎人责怪说, 你一个读书人,什么也不懂,为何跑到山上乱窜。 那些老妇,之所以不到偏僻的地方去,就是知道那里到处都是狩猎的陷阱和机关。 车众善这才恍然。 老猎人丢下十几个铜钱,让他在屋里养伤。 过了不久,他又拎来两只野兔,让车众善补身子。 邻居大叔帮车众善请来郎中,郎中在山处涂抹了一些药粉,让他静养一段时间就行了。 车众善恢复健康后,又拎着篮子到了山上,依然来到偏僻处,因为这里山货较多,他小心一些就是了。 过了不久,车众善听见张子的叫声,声音里充满惊恐。 他寻声跑过去,只见一只张子悬在半空,原来他踩到了机关。 这是要是换做其他人,早就欣喜若狂,打死张子,悄悄地扛回家里,这可是一笔横财。 可是,车众善却不这样想,他体会过这种悬挂在半空里的苦楚,又看见过老猎人解开机关的手法,于是将张子放走了。 过了两天,车众善走在山路上,忽然看见一位老者,热情地邀请他去做客。 车众善不认识他,本想推辞不去,无奈老者太热情了,拉着他的手不肯松开,他只得跟着老者前行。 走了不久,转过弯,眼前出现几间精致的草炉。 进到屋里,桌上早已摆好了韭菜,一位老妇热情地向他打招呼,老者说是他的老伴。 老者忽然跪在地上,口口声声说感谢车众善的救命之恩。 车众善无比惊讶,急忙扶起老者,询问他为何如此。 老者一番话,让车众善恍然大悟。 原来,老者就是那只被他搭救的张子。 要不是他的善心,老者肯定性命不保,故此白酒答谢。 两人落座饮酒,几杯酒下肚,老者呼唤女儿出来敬酒。 一名女子含笑走出,迎迎下拜,然后直呼针酒。 车众善见女子长得花容月貌,不由地看呆了。 女子针完酒,含羞进去了。 老者说,我有两个女儿,大女儿已经出嫁,这是小女儿二妮。 要是先生不嫌弃的话,老朽想把二妮许佩及你,不知意下如何。 车众善欣喜若狂,急忙离坐下拜,行了翁婿之礼。 当天晚上,车众善和二妮拜了天地,成了亲。 第二天白天,翁婿闲聊,岳父说, 贤婿,你命中与科举无缘,不如弃学从商,好歹家有余才,衣食无忧。 车众善却说,我既没有本钱,也不会经商。 岳父笑着说,二妮会帮你的。 三天后,车众善辞别岳父岳母,带着二妮回家。 到了家里,二妮拿出一块上等设箱,让车众善拿到药铺里卖了,用这些钱做本钱,做起了小本生意。 二妮具有一项神奇的本领,就是能预知各地的货物价格。 在二妮的指点下,车众善倒腾货物,生意越做越大,没有几年,变成了富商。 二妮给她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,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不过,二妮从来不回家探望父母,理由是不便打扰劳两口清修。 一直到寿中正寝,车众善也没有再见到过岳父岳母。 明朝万历年间,小城里出了一个风流的书生,名叫班玉婷。 她是一个从骨子里透出风流的人,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,牡丹花吓死,做鬼也风流。 班玉婷初懂情事的时候,就跟着比她大好几岁的读书人一起,走街串巷,寻花问柳,常常彻夜不归。 父母管教不住,便四处委托媒人给她说亲,十六岁便让她结了婚,娶妻养事。 父母认为,只要班玉婷结了婚,有女人拴住了她的心,她便会老实起来。 事实也确实如此,班玉婷结婚后,的确老实了几年,守着仰视过日子,生了一对儿女。 这一天,有个姓柳的文友来访,两人在书房里饮酒作乐的时候,姓柳的悄悄告诉她,小城里某座花楼里,新来了一个头牌,天资国色,倾倒了多少轻挑的花花公子们。 这个消息,班玉婷早就听说了,只不过担心仰视不高兴,故此不敢去。 如今,有姓柳的窜多,当晚两人便结伴到了花楼,喝起花酒来,点名要花魁氏酒。 老宝歉意地解释,两位公子来晚了,这让班玉婷很不高兴,不过,也只有忍着,凭她家的势力,还没有到敢于随便放肆的地步。 第二天下午,班玉婷早早地去了花楼,约上了花魁。 此女子果然国色天香,风情万种,她一下子便迷上了。 自此后,她便豪至千金,夜不归宿。 也不管脸面了,也不管名声了,抱着牡丹花下死,做鬼也风流的信念,抛家弃子,乐不思蜀。 杨氏到公婆面前哭诉,公婆便派老婆去换她回家。 无奈班玉婷色迷心窍,喝走老婆,依然沉浸在温柔香里。 这可气坏了杨氏,虽然当时的社会风气,对于男人在外面瞎混,女人都会采取容忍的策略。 但是,杨氏是个烈性的女子,眼里是容不下这里沙子的。 这一天晚上,她带着几名家仆和仆妇,大闹花楼,硬是将班玉婷从花楼里揪出来,拉回了家。 班玉婷觉得有失颜面,回到家里,甩了杨氏两个耳光。 杨氏捂着脸,躲在屋脚里哀哀地哭,班玉婷合一睡下,也不理她。 到了半夜里,杨氏梳妆打扮一番,把最好的衣服穿上,把最漂亮的首饰都戴上,悬梁自尽了。 班玉婷见杨氏香香玉芸,很是后悔,洒下了伤心的泪水。 掩埋了杨氏后,班玉婷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。 但是,父母伤透了心,忍不住埋怨了她几句,她残存在心底里的一丁点愧疚, 在父母的呵斥中烟消云散。 后来,班玉婷偷偷地撬开父母的箱子,拿走上万两银票,乘船到金陵去了。 金陵非常繁华,到处灯红酒绿,英歌厌舞,她一下子喜欢上这个地方了。 班玉婷几乎游遍了大街小巷,也逛遍了所有的花楼,不到一年,她花光了所有的钱,也染上了一身病。 没有钱,肚子饿起来是顾不了脸面和尊严的,她不得不沿街乞讨。 但是,她的身上长满恶疮,发出一股恶臭,人们见到她都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,或者将她呵斥走,她几乎讨不到多少吃的。 最终,大雪纷飞的那一晚,她冻饿而死,抛尸街头。 班玉婷的魂魄,飘飘荡荡往阴丝而去。 到了入口,被守护城门的鬼族赶走,不准她入内。 她苦着脸说,我不去阴丝报道,怎能投胎转世啊。 鬼族捂着鼻子说,你如此肮脏,臭不可闻,阎王爷都会被你熏晕,怎敢让你进去。 再说了,你的灵魂已经脏了,无论降生到谁家,都是一个祸害,何必去阳世害人呢? 走走走,做你的孤魂爷鬼去。 说完,挺着长矛,将她赶走。 班玉婷只得四处流浪。 这一天,她坐在一处荒郊野外哭泣,忽然鬼影一闪,杨氏站在了她的面前,流着泪说,你看你,怎么混的? 沦落到如此地步。 班玉婷羞愧地低下了头,向杨氏道歉,然后坠坠不安地问道,你含恨而死,冤魂不散,是来找我的麻烦的吧? 杨氏,催了一口,说道,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,不是所有的人,都像你一样,拥有一颗肮脏的灵魂。 正所谓一日夫七百日恩,我是可怜你,帮你找个安身之所。 原来,杨氏的魂魄被牡丹仙子收留,如今已经成为帝仙,帮助牡丹仙子掌管天下的牡丹花。 他带着班玉婷找到牡丹仙子,希望给他一份差事。 牡丹仙子怒斥班玉婷说,你常常说,牡丹花吓死,做鬼也风流。 牡丹花无比高贵,你配得上吗?你死在烂桃花手里,一点也不冤。 他吩咐仰视带着班玉婷,到山脚下的壁水池里洗澡。 班玉婷洗过后,只觉得神清气爽,身上的臭味荡然无存。 牡丹仙子说,既然你口口声声说,牡丹花吓死,做鬼也风流,就让你做一个真正的牡丹花吓之鬼吧。 自此后,班玉婷干起了帮天下牡丹花松土的差事。 他有时候变成蚯蚓,有时候变成虫子,帮牡丹花松土。 要是深更半夜里,他还会现身,变成一个老头,给牡丹花拔草。 如果在野外的夜晚里,要是碰见一个除草或者种花的老头,或许就是班玉婷的魂魄。 不过,班玉婷很喜欢这种工作。 毕竟,是弄牡丹花,也不失为一种风流吧。 唐忠宗神龙年间,中原腹地小镇上有一家姓高的大户人家,祖上曾经当过尚书,退养后在此置办了产业。 而孙们跟着享福,过起了富裕的生活。 高家有一个女儿,归名西福,正是二八家人,早已许佩计一个富商的儿子为妻,婚期定在明年初秋。 但是,想不到的是,小姐西福突然喜欢上了一个白面书生。 这个书生不是别人,而是西福两个弟弟的先生,名叫宗生之。 宗生之原本是宝学之士,只因科举落地,只好委曲求权,先当教书先生,谋个生计,日后再去参加考试。 因为他名声远播,消息一出,好几个大户人家去重金聘请,最后高家以每年五十贯钱的高价胜出。 高家有两个儿子,正是十来岁的年纪,聪明伶俐,也很调皮,原先的先生管教不住,因此此管而去。 自从宗生之来后,两个学生言听计从,学业大有长进,宗生之深得性高原外的敬重。 有一天,西福悄悄悄去探看两个弟弟读书,从窗外看见先生宗生之,不由得惊呆了,宗生之不但年轻,而且长得很帅,一张小白脸那是千里挑衣。 他顿时一见钟情,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宗生之,竟然忘了回避。 宗生之偶然抬头,看见西福看着他,顿时脸色通红。 他见西福生得貌美如花,楚楚动人,心里无限欢喜,也是一眨不眨地看着西福。 他这人心高气傲,一心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,因此还没有定亲。 如今看见西福,正是他要找的女子,眼睛里自然流露出满满的情意。 还是两个调皮的学生,发现了一样,忍不住拍手,哈哈大笑起来。 两人,这才醒悟过来,西福羞红着脸,转身,匆匆地走了。 宗生之询问两个学生,这才得知是小姐西福,心里禁不住,浮想连天。 话说,西福回到闺房里,脑海里怎么也挥不去宗生之的身影,但是一想到他已经定亲,就强迫自己不去想他。 就这样过了两天,西福心神不宁,到了晚上,他偷偷地去敲宗生之的门。 宗生之也在思念着西福,但是西福身处身归,他无法相见,只有干着急。 今晚,西福来敲房门,怎么不令他惊喜万分呢? 当即一把抱住了他。 两人有说不完的情话,但是碍于礼节,不敢越雷迟半步。 就这样,每一天晚上,小丫鬟站在门外放哨,西福和宗生之在屋里相会。 这一天晚上,西福讲了已经定亲的事实,恳请宗生之早点向他家提亲,希望父亲能毁婚,将他许配给宗生之。 宗生之满口答应了下来,第二天便找到姓高的园外,讲出了想取西福为妻的意愿。 想不到姓高的园外大怒,当即将宗生之赶了出去,还不准西福踏出闺房半步。 宗生之再也不能进入高家,急得六神无主。 这一天晚上,忽然响起了敲门声,他打开门一看,门外站着一个老仆,他认识,正是高家的马夫。 马夫带来西福的书信,宗生之展开一看,西福约他半个月后私奔,提前做好准备。 宗生之大喜,写了回书,让他带给西福。 马夫为何如此胆大呢? 因为他内心里无比感激西福,愿意为他干脑涂地。 原来,早在十年前,他逃难到此地,病倒在路边。 西福恰好跟着父亲路过,苦苦地哀求父亲救治他,他因此得救,并遇后当上了高家的马夫。 为了报恩,他愿意为西福做一切。 时间一晃,半个月的期限到了。 半夜里,马夫闯进西福的闺房里,轻声呼喊,西福轻声说,老叔,我早已准备好,等候你多时了。 马夫轻声说,我已备好马车,此时不走,更待何时。 说吧,在前带路,西福带着小丫鬟跟在后面。 三人来到后门,上了马车,赶到宗生之的家里。 宗生之早已等在门外,上了马车,马车急迟而去。 后来,宗生之投奔外地的姑妈,定居在那里。 多年后,他考上了进士,上任之初,带着妻儿以及丫鬟马夫,回去看望岳父母。 因为西福私奔了,高家只好退了婚。 如今宗生之荣耀而归,性高的园外接纳了他们,认了这个成龙快许。 唐朝天宝年间,有一个老渔翁,钓到了一条红色大鲤鱼,足有二十多斤重,便拿到村里叫卖。 村头住着一户人家,老太太姓瘦,人称瘦姥。 他让儿子把大鲤鱼买了下来,打算杀了胭脂一下,等几天就是儿子的生日,到时候煎了吃。 瘦姥姥准备杀鱼时,发现这一条大鲤鱼与众不同,不但颜色鲜红如血,鳞片泛着光芒,而且眼睛里金光四射,透着一股怪异。 瘦姥姥心里一动,觉得杀了可惜,不如养着,也算是为儿子积福。 于是,他把大鲤鱼养在小缸里。 等到儿子回来后,他把想法对儿子说了,儿子也同意,就在屋侧挖了一个大水池,把大鲤鱼养在池子里。 这一天晚上,月白风清,瘦姥姥睡不着,便搬着小板凳在门前闲坐。 忽然,他听见水池里翻腾着水声,站起来走近查看,只见大鲤鱼在水池里欢快地跳跃着。 瘦姥姥看着,心里欢喜,忍不住笑出声来。 这时,只见水池里弥漫起水雾,汇集起来成了一片很小的云彩。 大鲤鱼一跃而起,落在云彩上,云彩腾空而起,升上了天空,飘向了远方,瞬间不见了踪影。 瘦姥姥惊讶地张大了嘴巴,喊出来儿子,讲了刚才看见的怪异事情。 儿子惊讶地说,莫非这是一条越过了龙门的鲤鱼,已经成了龙族。 瘦姥姥点点头,走进水池一看,里面已经干了,没有一滴水,惊讶地问道,水呢? 为何都干了? 儿子猜测说,肯定都化成云气了。 瘦姥姥反正没有睡意,便坐在水池边等候,看一看大鲤鱼会不会回来。 到了凌晨,只见天边飘来一朵云彩,落入了水池里,云彩化成了水, 大鲤鱼在水池里欢快地游动着。 瘦姥姥禁不住问道,大鲤鱼,你去了哪里玩耍呢? 大鲤鱼没有理她,自顾自地在水池里欢快地游着。 瘦姥姥笑了笑,转身回屋里去了。 这以后,瘦姥姥留意起大鲤鱼来,发现她每晚都会架着云彩,上天而去,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,到了天亮时分,就会回到水池里。 时间长了,有夜里回家的村民,也发现了大鲤鱼驾着云彩升空的怪事。 消息传了出去,许多好事者晚上守在瘦姥姥家的附近,观看这种奇异的景象。 消息传开后,有一位城里的大富商,来找瘦姥姥,要买大鲤鱼,瘦姥姥没有同意。 大富商心有不甘,临走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,她决定傍晚带着人来抢大鲤鱼。 瘦姥姥心里有了预感,等到大富商一出门,她就跪在水池边祷告说,大鲤鱼呀大鲤鱼,我本来可怜你,才留下你的性命,你如果不走,早晚会祸及我的家人。 我看大富商心怀不轨,你还是离开我家吧,我可不想惹祸。 话音刚落,就见水池里升起云气,大鲤鱼驾着云彩冲天而起,划着弧线,落入到了大河里。 这一种景象,也被大富商看见了,于是打消了抢劫大鲤鱼的想法。 水池干了,里面留下一颗珍珠,晶莹剔透,光彩夺目。 瘦姥姥捡了起来,藏在了柜子里。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五年,瘦姥姥的儿子忽然得了心口疼的病症,附近的医者都来诊治过,却都束手无策。 眼看瘦姥姥的儿子就快不行了,有人对瘦姥姥讲,周成里有一位名医,擅长治疗各种怪病,不过,医者贪财,药价非常高。 瘦姥姥便打算把那一颗珍珠卖了,好去请明医来给儿子治病。 当她打开盒子时,发现珍珠变成了一粒药丸。 瘦姥姥心里一动,便把药丸让儿子服下,奇迹出现了,儿子的病症立马好了。 人们都说,这是大鲤鱼报恩,救了瘦姥姥儿子的命。 怪异的是,瘦姥姥的儿子自从服下这一粒药丸后,一直到死都没有得过病。 瘦姥的儿子